马斗福音第二十二章 耶稣又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国王 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 他打发仆人去找被请的人来赴婚宴 他们却不愿意来 又派其他的仆人去 说 你们对被请的人说 看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的圣宴 我的公牛和肥处都宰杀了 一切都齐备了 你们来赴婚宴吧 他们却不理 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 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 其余的竟拿住他的仆人 凌辱后杀死了 国王于是动了怒 派自己的军队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 焚毁了他们的城市 然后对仆人说 婚宴已经齐备了 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 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 凡是你们所遇到的都请来赴婚宴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 凡遇到的 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 婚宴上就满了坐席的人 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客人 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 便对他说 朋友 你怎么到这里来 不穿婚宴礼服 那人漠然无语 国王遂对仆役说 你们捆起他的脚和手来 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 因为被召的人多 被选的人少 那时 法利塞人去商讨 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 他们遂派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 到他跟前说 师父 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 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 不顾及任何人 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 如今请你告诉我们 你以为如何 给凯撒纳税 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 就说 假善人 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 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 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 耶稣对他们说 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 他们对他说 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 那么 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他们听了大为惊议 所以离开他走了 在那一天 否认复活的撒杜赛人 来到他跟前 问他说 师父 梅瑟说 谁若死了 没有儿子 他的弟弟 就应娶他的女人为妻 给他哥哥立四 在我们中曾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子嗣就死了 一下子给他的弟弟 连第二个与第三个 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 最后 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 在复活的时候 他是七人中 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都曾娶过他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错了 不明了经书 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 因为复活的时候 也不娶 也不嫁 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 关于死人复活 你们不曾念过 天主对你们所说 我是亚巴郎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 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话吗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民众听了 就都惊讶他的道理 法利塞人听说 耶稣使撒杜塞人 闭口无言 就聚集在一起 他们中 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 发问说 师父 法律中 哪条诫命是最大的 耶稣对他说 你应全心 全灵 全意 爱上主 你的天主 这是最大 也是第一条 诫命 第二条 与此相似 你应当爱尽人 如你自己 全部法律和先知 都寄予这两条诫命 法利塞人 聚集在一起时 耶稣问他们说 关于墨西亚 你们以为如何 他是谁的儿子 他们回答说 达位的 耶稣对他们说 怎么达位 因圣神的感动 称他为主说 上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把你的仇敌 放在你的脚下 那么 如果达位称他为主 他怎会是达位的儿子 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 从那天以后 没有谁再敢问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